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子坚持不说出两人的名字 只是称少年A和少年B 少年A是优等生 又是个小发明家 但私下群聚在动物 少年B是一个学习和体育都很平庸 直至逃避 很轻易就会放弃的孩子 两人因为一个很无聊的理由便决定杀个人 事发后 A以为优子的女儿死了 她就会出名 甚至超过那个当年令人闻风丧懒的杀人魔少女 但没想到女儿当时还没死 B则怀着一些连优子都不知道的想法 将女儿扔进了水中 导致了女儿的最终死亡 根据少年法 两人不会被判过于严重的侵罚 为了报复两人 幽子在两人刚刚喝下牛奶中 注射了老公带有艾滋的血液 艾滋的前夫妻在五年到十年 认清自己的过错并未知悔过 十年的时间大概够了吧 她这样说道 转眼学生们的春假就结束了 初一四班成为了初二四班 少年B休学在家并没有来上学 而少年A却令人意外的 好像个没事人一样 这群单纯的学生没想到 这之后才是幽子复仇的开始 新班主任不光是个单纯的热血青年 还是幽子老公的粉丝 绰号叫维特 于是幽子利用不知情的他 去公开袒护被霸凌的少年A 这惹得全班同学更加的不满 越发的欺负他 甚至还连累了无辜的美月 另一边 他教维特老师怎么对待不肯上学的B 说如果是自己的老公 就一定会经常上门拜访 维特信以为真 便每周带着美月去做家访 于是本来可以用时间令自己一棒的少年B 最后被逼到发狂 连同的他母亲也一同崩溃 最后曾经无比爱儿子的母亲 打算杀了B在自杀 没想到反过来被少年B杀害了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美月 开始对维特格外不满 美月后来和少年A谈起了恋爱 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那个毒杀了自己全家的杀人魔少女 只是他已经改过自新 而且看着A和B 他总能感同身受地想起当年的自己 少年B是因为长久的自卑和压抑 好不容易得到了少年A的友谊 结果发现自己其实是被利用了 于是即便发现了幽子女儿还没死 依旧把他扔进了永世中 只为了追赶上A并超越他 让A后悔上对待自己 少年A这么做 则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很小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学者人生而离去 他的父亲重组了家庭不说 还因为继母要生孩子 把A送去了老房子一个人居住 可望得到母亲认可的他却发现 自己拼命努力拿到的大奖 却不如一个杀人魔少女抢眼 于是他也决定杀一个人 这样不管是父亲的家庭还是母亲都会看到自己 结果没想到 幽子的女儿并没有被他杀死 反倒是被他骗去当一个见证人的废柴B 杀了幽子的女儿 当他知道自己有可能得艾滋的时候 其实心中非常高兴 因为他觉得这样母亲就会照顾他 重视他 结果诊断出来了 他并没有得艾滋 他和美月在一起 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罢了 后来因为看到少年B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再次上了电视 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导致心情不好的A和美月发生了争吵 随后他便把美月杀害了 幽子趁这个时候 以少年A母亲的名义骗他去见面 结果当他来到母亲的办公室才发现 母亲也重组了家庭 并即将生下一个孩子 愤怒的他决定用自制的炸弹自杀 然后让全校师生陪葬 并在网上留下了一封视频一书 一直关注少年A的幽子 则偷偷把炸弹拆掉 并放在了他母亲的办公室 隔天他演讲完毕的时候 按下了引爆键 可现场不光没有爆炸 反而接入了一个电话 幽子在电话中 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了他 他说他这种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 几乎没有弱点 而关于母亲的这唯一弱点 还是美月不小心告诉他的 不得不说 美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 只不过他却被你亲手杀害了 并且在你引爆炸弹 想让别人给你陪葬的时候 殊不知竟是亲手杀掉了 你最真实的母亲 少年A在绝望和痛苦中倒地不起 而幽子则来到了他的面前说 从今以后你可以好好生活了 但主要又说 怎么可能 电影告白中的人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受害者 进而变成了加害者 错了就该为此付出代价 这句话的本意是告诉你什么叫责任 而并非是要你去以牙还牙 影片唯一的闪光点 就是幽子丈夫在生命的最后 依旧不愿意让幽子去用自己的血 报复杀害了他们女儿的凶手 如果有那样一群人 因为自己被生活残酷对待 便想去报复生活 让更多人陪自己一同不幸 那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会全部承担下 那份别人施加给他的不幸 然后以死挡下绝望和悲伤的扩散 我无法说出去 宽恕所有伤害过你的人 只能说 两片阴影重叠会更加黑暗 两道阳光相交 才能彼此温暖 我是晴岚 喜欢我的话 可以微博搜索 晴岚的光旅社 或者微信号 晴岚波机 我们下次见 拜